就是把很好的咖啡的文化和教育 能夠很清楚的就帶回來宜蘭 讓宜蘭人也可以很輕鬆的 就可以喝到一杯很好的咖啡 然後在二樓的部分 就有所謂的咖啡的教室 可以讓每一個宜蘭縣民有機會的話 可以來二樓學習怎麼抽咖啡 在烘豆的時候其實有很多技巧需要做 基本上在烘豆的時間 如果說稍微多了五秒鐘 因為咖啡的泡泡都完全覺得很一樣 所以我們再把豆子投進去之後 包括通到火力跟風門 就是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是在豆子之前那一煞到 我們必須是全程怪畜在這上面 我們少一點點的關注就會嚼掉 可能就會把非常的不好的風味出來 所以我們要從 我們要得到一杯很好的咖啡 我們說櫃泡 從農田到我們的桌上 從種子到杯子都要非常小的東西 因為在風味的時候 它關係到咖啡可以充足的風味 所以我們必須要很小心的去 處理每一杯咖啡 每一支咖啡的底下 我們就這樣做